民进党九合一惨败后 兵役延长问题成为烫手山芋 一方面为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当局不敢得罪年轻人 另一方面美国施压又使兵役延长问题溅在弦上 台媒质疑若兵役延长与军购都因美国压力 这样的当局还能让民众相信吗 据台媒报道 台湾法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多次表示 希望兵役延长案能在今年12月底前公告 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 如果一无一期延长一年以内 经行政机构公告后一年即可实施 若今年底前未公告 明年才公告 就得等到2025年才能实施 如今据摊牌时刻只剩下不到两周 但政策仍未宣布 问题就卡在蔡英文办公室 前台南县长苏欢志透露 有传闻指出民进党将延长兵役议题列为败选原因 所以现在不敢再讨论延长兵役问题 怕影响2024年选举 他痛批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民进党整个党恐怕会被台湾人看破手脚 蔡英文和赖清德应该出来讲清楚 事实上台军内部对于兵役延长看法不一 一派认为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实在太短 延长军事训练役合情合理 另一派则认为 现在台军训练资源不足 再加上干部缺乏见识 知识 胆识 无法吸引年轻人 军队又不愿投入扎实的训练 一期即使延长之一年 只具有心理安慰作用 既提升不了战力 又浪费了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 拥有绿营背景的台湾民意基金会20号 公布最新民调指出 73%被调查者同意台湾一南服役 至少要一年才合理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 如果民进党按照规划 于12月底前宣布 等于承认当政多年 把台海推到兵凶战危的处境 对2024年选举怎么会有利 但一期延长是美方的要求 民进党当局咬牙也要推 有台军退役将领之言 民进党应该处理好两岸关系 这才是根本 延长一期不是解决之道 这次九合一选举在野势力提出的 票选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使民进党全面崩盘 老百姓用选票清楚告诉民进党 他们不要战争